姐 嗯 你说我现在没车 没房子 又没村子 假如说 以后要是出去不住个情况下 你再也帮我结婚了 为什么不呢 你们这个年纪有钱才奇怪好吧 现在这个社会钱多难赚啊 而且 我觉得你在同龄人里 已经很努力了呀 你家里面有事儿 你知道站出来承担 特别有责任感啊 我跟你在一块儿特别安全呢 那 你父母那边要是不同心 那不还有我的吗 真到了他们的家内部 我觉得 部队队婚期 就应该站出来 嗯 如果一个女人 真想嫁给你的话 我觉得 这些都不容易 就是婚后吧 假如我努力的 没什么进展 然后 咱俩有孩子 这其实挺辛苦的 老话说 凭借夫妻百事爱 到时候 更活活活活 就行了 梁恩 你跟我说 我觉得婚姻吧 是两个人的事儿 他不是你一个人都附带的两个 也总这么大胆出去 你累吗 就是 两家人 一家 本人都过得红火起来 我觉得 这个家人绝来天儿就不够了 我前几个人这么说 我前几个人这么说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俩人就是吧 是吧 也没走过来 当时在一块人都把红了想 但是 人们就都那样不一样 我跟他不一样吗 没有啥不一样 你给你差 你这个意思啊 如果说 咱俩子真结了婚 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钱啊 困难啊 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那些我都有 这么说 确实好像解决挺多烦恼 咱不提过去啊 你有没有喜欢我 有没有想过 跟我在一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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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过 啥 是 喜欢 但是 但是 哎哎抱一下得了啊 你嘴让我饭点酱 你想啥呢你 好 嗯 醋不醋 OK 那就是醋了 我就 啤子 哈哈哈